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输出 令人佩服 当天 在归宣重要的奖项时 公布了最终获奖名单为汤维 当时坐在台下的他显得十分激动 在上台领奖时显得颇为从容 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优雅 站在舞台上的他就宛如一颗闪亮的星星一般 用中文诉说着获奖感言 据悉 汤维目前定居在了韩国 很少返回国内 因为他的老公是韩国著名导演金泰勇 两人从相识到相恋再到结婚 感情都一直非常的好 而且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所以也就从国内搬到了韩国与丈夫和孩子居住 一家人相当幸福 虽说汤维嫁给了韩国人 并且还定居在了韩国 但是他并未更改国籍还是地道的中国人 也祝他今后在韩国生活的快乐 多拿点韩国的奖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顾一路